鱼伞树 熊猫哥哥瓜瓜和妹妹鸭鸭 有一把很旧很旧的红鱼伞 他们在心爱的伞上挂了一个小小的布熊猫 红鱼伞也喜欢给兄妹俩遮风挡雨 一天,红鱼伞被一阵大风挂到了树上 划出好多口子 伞谷也伞了 瓜瓜和鸭鸭好伤心 回到家,鸭鸭问妈妈 我们的红鱼伞能消好吗? 妈妈说,试试吧 过几天,又下雨了 可是红鱼伞不见了 伞架上是把新的花鱼伞 鸭鸭说 我要红鱼伞 瓜瓜说 我也要我们的红鱼伞 妈妈说 红鱼伞修不好了 我把它扔进了垃圾箱 你们去找 或许还找得到 可是,红鱼伞被黑熊伯伯装上垃圾车 运去了很远的垃圾厂 瓜瓜和鸭鸭没找到红鱼伞 难过的哭了 小猴子捡到了红鱼伞 挥呀,舞呀 梅花鹿捡到了红鱼伞 骑呀,骑呀 小狐狸捡到了红鱼伞 跑呀,跑呀 然后把它扔到了地上 红鱼伞很伤心 流着泪,睡着了 梦中,它变成了心伞 照在瓜瓜和鸭鸭的头上 醒来后 红鱼伞发现自己长出了根须 发出了嫩芽 它长啊,长啊 很快长成一棵 又高又粗的鱼伞树 不久,它的枝叉上开满了花朵 每一朵花都是一把小红伞 小野驴来了 捡起了一把小红伞 天鹅和大鸟也飞来了 掀起了一把把小红伞 一天,瓜瓜和鸭鸭 看见了小野驴手里的小红伞 这伞好面熟呀 在哪儿买的 小野驴说 山上有棵雨伞树 瓜瓜和鸭鸭跑过去 瓜瓜捡起一把小红伞 鸭鸭说 多好看的小红伞 可是,我还是想找到 人来的那把红伞 突然,鸭鸭喊 哥哥,你快看 树枝上挂着它们的小小布熊猫 鸭鸭和瓜瓜紧紧搂着雨伞树说 是你吗,红伞 可找到你了 红伞以为自己在做梦 可是,它感觉到了熊猫脸蛋的温暖 这是真的 瓜瓜和鸭鸭坐在树荫下 靠着雨伞树睡着了 身边落满了红红的小雨伞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小红伞 或是一件物品 或是一个人 有它的陪伴 我们不觉得孤单 心中充满爱与温暖